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个人认为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子制与电子 印刷与数字化共生的一个过渡的阶段 在这个过渡期 传统的出版和数字出版复杂的冲突 博弈和共生考验着出版人的商业的洞察力 战略的决断力和技术的行动力 我认为这是一道产业转身的斜坡 这个PPT上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斜坡有很多道的弯 斜坡到底有多长有多斜 我们今天还很难判断清楚 但是我们清楚我们的笔案在于数字化 上海四季出版集团呢 是中国出版产业改革的一个产物 我们成立在99年的2月 我们是中国第一家出版集团 我们的业务领域是涵盖了图书 报纸 杂志 音像 电子 网络 手机 等所有的出版领域 我们拥有将近30家的出版社 有8家报纸和72个杂志 另外我们有三个专门的数字出版企业 这个十多年来面临着 汹涌而来的数字化的大潮 我们以数字技术创新为驱动 在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 工具书 古籍的出版 大众的出版 专业的出版 六条图书产品线布局 将出版内容和数字出版的技术 新媒体高度的融合起来 以期形成数字出版的新的业务 新的模式 实现出版工作的战略性的转型和发展 十多年来呢 为了实现这么一个转型 我们在编创平台的研制 在发布平台的建设 在基础工具的研发 数字产品的设计 数字教育的探索 以及图书出版的发行 即时的印刷销售等等环节 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试验 有一些进展 下面呢 我想我大概分六个方面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方面呢 我想说是为了改造出版业务的流程 适应数字出版的发展趋势 我们研究了好几个编创平台 希望通过此来形成新的业务的开展 我这里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三个业务平台 因为首先介绍的 我自己讲的 主要是从内容编辑的角度来讲的 因为内容的编辑 是出版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为了实现在这个方面的数字化的转型 我们需要有与之相对应的平台 来高效的生产和编辑 那么我今天介绍我们现在三个完成的平台 第一个平台是我们针对一般图书 开展了基于内容对象的协同编辑 和动态出版的技术研究与系统开发 这个系统研发的目的是为了搭建一个 面向作者和编辑的内容生产的加工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 作者和编辑可以按照各自的授权 远程的穿椅编撰编辑新的产品 并共享相关的资源 完成内容发布 这个系统提供了丰富的工具集 包括任务的管理工具 资源的减缩工具 模板的管理工具 内容的撰写工具和发布引擎和系统的管理工具 以实现准确而富有弹性的流程管理 灵活而分工明确的工作协调 严格而使用便捷的版本控制 这些功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内容审核的功能 前面的也是一个eskmail技术的一个 显示的是我们的一个技术 再按下来是我们的一个动态发布的 动态发布的这么一个技术 这个平台我想我不可能有很长的时间 大家看了这么几个页 大概知道这个针对一般书的 大众投诉的一个编串平台 第二个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一个大型音汉词典的一个编串平台 这个是针对双语工具书编串的 我们研制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在我们前几年和牛津大学合作 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 买了他的一个双语工具书 的语料库焊化完以后 在他的一个编串平台的基础上 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大型平台 它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 编辑器功能丰富 可以提供条目列表 所见及所得式的全文呈现 完成的竖状结构 和呈现所有的附加信息 包括音频也包括视频 等多种的呈现的方式 同时可以管理数个同时进行的 词典项目 编较完成数据具具有严谨的 XML结构可用于多渠道的发布 流程明晰可有效的控制 词典的项目的进度 第三个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平台 是我们针对汉语词典编串 研发的一个汉词书的编创辅助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满足中文词书编创 在结构性方面的严格要求 将大量繁重的工作 如穿件系统落实交叉条目的处理 专有名词和计量单位的审定及统一 以及磁目表和索影等必备的附件的 制作的工作交给系统来完成 这我介绍的就是我们第一个 做的是编串的平台 打建了洛杆格 针对不同类型图书的编串平台 第二个大的方面的工作 我们这十年来做的是 建立了多种数字出版的发布平台 为新的出版业务的开展提供支撑 现在大家下一页看到的是 这是我们在13年前建成的一个 成立了一个出版的专业网站 叫做一文网 目前它是中国最大的专业出版网站之一 每天的日的点击页面在1000万以上 它拥有26个频道 在电子书的制作销售网络出版 多媒体出版移动出版 电子书物等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尝试 做了很多的尝试 这个频道有一个很具特色的 就是它有一个工具书的在线 这个在线不仅是集合了 中国最优质的工具书 而且还在内容的组织 专业的检索方面 充分发挥了数字出版的特点 极受读者的欢迎 我们看一些页面 刚刚看到的磁海的网络版的页面 汉语大词典的网络的页面 百券本中华文化通知的页面 我想讲的 这个工具书的发布平台呢 虽然在中国或者在全世界 工具书都已经以数字化的形式 在互联网上 在首次阅读记上已经出版了 但是目前大多数的工具书的出版 都是以个案的方式来进行的 从数据的采集 转换 结构化 入库调用 查询 以至收费等商业性的应用 大概目前都是围绕一部工具书来进行的 出版的成本很高 不利于构成良性的商业模式 而我们的这个工具书的平台 它通过研发 集成了工具书内容的 自动化的转换 入库发布 查询等技术 将不同种类的工具书的 快速的出版通道 和高效率多功能多品种的查译通道 所以它是融合了不同工具书的 这么一个集成的发布平台 所以可以为工具书的数字化出版 和数字化的应用提供公共服务平台 并通过海量储存 快速减缩 网络传播 实时支付的特点来吸引用户 在专业出版领域 我们刚刚是我讲的工具书的 在专业出版领域 我们研发了一个三维的交互的数字出版平台 现在看到的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是一个三维的交互式的 科技百科的网站 用三维的模型的形式 来表现和传播自然与科学技术 它还是一个三维数字内容体验的平台 用户可以身临其境地以三维形式体验自然 科技的奥秘 用户可以自主地选择 以三维的效果来观看所感兴趣的事物 并与用户进行 前面刚刚看到 前面一页刚刚看到的是一个太阳系的一个模型 这个当用户想了解有关宇宙的知识的时候 可以点击平台上的相关条目 进入宇宙的三维界面 通过太阳系 并在星空 用三维的方式来展现 这个刚再按下来 我们看到是一个纳米的 一个整个的一个模型 一个外视图 现在我建议再讲一分钟 然后呢 还有剩下两分钟 给大家回答问题 后面的是一个心脏的 再有一个是人体的 第三个大的方面呢 是我们研发了多种的数字出版的基础工具 大大的提高了内容制作和发布的效率 第一个呢 是我们去年完成了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管理 及其跨界制动态发布的研究运用的项目 这个主要的就是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书 对它进行数字化 结构化的一个处理 同时呢 我们还完成了一个结构化的排版研究 与产业化的一个实践 这个项目呢 是立足中国出版业现有的基础与需求 研究制定各类数稿的标引的规范 为印钱制作的过程加以实施 这个时间关系 我因为展开不了这么讲 我告诉大家 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 在数字教育领域 我们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试图打开数字出版最广阔 而最有商业价值的天地 一个是电子书包的 面向拓展性课程的交互式 电子书包的开发和运用 这个我也不展开讲了 我就讲 从软件和硬件方面 我们把电子书包作为学生的 个人学习的环境 又把电子书包作为一种 个人便习式的学习终端 来进行处理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还建立了一个 基础教育云端资料 与数字课堂集成的解决方案 解决的这么一个方案 第五个方面 是我们开拓了 各种类型的数字出版的产品 那么现在通过PB给大家看 这前面是我们做的一个 前面做的是 我们这个自主研发的 一个磁海的阅读器 这也是目前全世界最主要的一个 把大型综合性为基础的 把工具数的简缩和阅读 结合在一起的一款阅读器 我们也开发了20多种电子词典 大家看到这是20多种点 我们也做了不同类型的点读笔 面向少儿教育和外语教育的点读笔 我们也在苹果 IP Store上推出了各种应用的软件的程序 有一些我们的《理财周刊》是全球中文软件程序下载 排名第三位 我们也在苹果当中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图书 开服了软件的 这个是在苹果上的一个应用的界面 我们也还在全媒体的出版方面 通过英华大词典 在工具书的出版方面 各种各样的工具书的数据库 各种类型的数据 另外数以万计的电子产品 在国内各个大的网络 推送平台上进行 最后的一个方面 在数字出版方面的环节上面 我们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到出版的所有的环节 来切实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 页面展示一下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大型的发行的一个 智能的添配系统 在全世界来讲 这个支配系统也用的是最高的 信息化的水准的 下面是我们的POD的一个系统 再有一个是我们在图书领域研发的 基于RFID技术的图书信息示范系统 我们在物流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全世界信息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物流系统 这种时间到 我最后想讲的是 上海四季出版集团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在传统出版向四季出版转型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我们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完整的产业链 和可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 我想这也是中国出版业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的关键并不在于资金和技术 而在于包括市场环境 市场制度 市场竞争 市场监管在内的市场体系的建设的完善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几年 中国出版业必须早里加油解决的 否则尽管有先进的技术也有资金 但商业模式的形成是有问题的 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一点 可能不能把所有我们的工作都表现出来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